如果分架南是臺灣 雄氏魚鴨賣生產區 地車山雄氏占6.5 但是這頓缺工 加上極端氣候 天氣環境的影響 現在都讓雄氏管理出現新的困境 到臺灣在附近就開動水山 雄氏研究中心 和教育訓練中心 希望透過地匯的管理技術 來替雄氏解決問題 雄氏水山雄氏在水面中的魚仔 系統的紀錄水面溫度算度 這些資料提供給魚人參考和條件 加上極端氣候15星 去水山雄氏研究中心 若然有地匯雄氏的疾病 又有效果的技術輔導 在智能養殖的這個部分 能夠提供一些試驗的場所 等於算是一個教育的訓練中心 讓大家讓養殖戶能夠了解 什麼叫智能養殖 怎麼去使用 從我們水山裡面 可能是誰是一樣的 可以达到最好的效果的这些东西 那再提供给我们这个佣地豪 让我们两天看我们佣地豪这边 可以更加价格的我们的佣地身份 这个水山佣心研究荣心 除了有地灵色别的交友困难 也有提供佣心相关的研究课定 水山企业所表示 希望透过地灵佣心的提供 提升过来的佣心环境 都被这个智能的做一个完整的监控 跟这个调整之后 对于渔月署未来 我们在做这个整个放养量 该是哪些鱼 不要变成是鱼精鱼土的这样的现象 也会慢慢的就会出来 许民说过去靠近严的佣心方释 无法应付现在的天气变化 地灵色别可以減少风险的发生 也減少一开始佣心的困难度 希望透过这个中心的成立 让国家的人来认识地灵佣心 提升这个三业 记者林卉庭 加级报道